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英国继续讲 它大力扶植半导体的产业 它最近宣布要投资10亿英镑 大概等于12亿的美元支持半导体产业 那英国不是一个半导体强国 虽然英国有现在全世界最大的IC设计的公司 最近也要上市ARM安谋公司 但它最近公布新的政策 不过整体来讲 就是说它的政策的公布 事实上是比较慢的 它没有去晶圆制造 主要是偏重在第四点知识产权 非锡芯片设计跟生产 所以全世界的国家都在积极的发展半导体 英国也不例外 但是它没有办法扎大钱 它特别着重一些利基的产业 英国的知识或者是它的科技 还是有一定的能量 安谋是这一方面里面最闪亮的明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